我們現在開始讀羅馬書一章 上一次已經讀過了 剛剛這段經文 羅馬書一章二十六節 這段經文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經文 為什麼呢? 它是講到一個關於聖經 和神對於同性戀的看法 我們感謝主 我們在香港現在 仍然有自由去宣講聖經的真理 就是講到同性戀是犯罪的 但是我們愛同性戀的人 我們希望他得救 但是同性戀的人一定是悔改 信靠耶穌離開同性戀 因為這個罪正如犯奸人一樣 聖經說是非常嚴重的 我們不是仇恨 我也想解釋一下 有些國家定了一個罪叫做 Hate Crime 就是憎恨罪 憎恨罪是什麼呢? 就是譬如說同性戀是犯罪 就是憎恨 這個說話比較奇怪 為什麼奇怪呢? 譬如大家都會認同 偷野是犯罪的 沒有國家會否認 偷野不是犯罪 即是每國家會否認 偷野是犯罪 但是沒有人說 偷野是犯罪 是Hate Crime 是憎恨 憎恨偷野的人 沒有人會這樣說 很多的罪 普通人會有的罪 他們不會說 這個罪 你說它錯 就是Hate Crime 即是它真的有一個罪 但是聖經說到這個罪 我們都會這樣的 基督徒在教會裡面 以及基督徒之間 我們就告訴大家 這個是罪 同性戀是罪 我們都傳呼聲的時候 我們會帶領同性戀的人 去悔改 但我們首先告訴他們 耶穌的愛 由耶穌的愛 推動他去離開這個罪 但是他們會覺得 這個是一個Hate Crime 憎恨同性戀的人 其實我們不是憎恨的 我們也知道 有些地方是怎樣 做到一個程度 他們會有人打電話去教會 他就問你 問他 你同性戀的人會怎樣 你覺得同性戀怎樣 如果一個牧師答錯了 是可以被捕的 因為他犯了這個Hate Crime 我們求主憐憫 這個世界 現在很多地方 是不能夠自由 說關於同性戀的問題 現在我們說這個問題 我們完全不出於憎恨 是想祝福 讓他們知道 他們可以怎樣有榮生 同時我們也覺得 很可惜的一件事 就是 甚至有很多教會 就認為同性戀是可以的 有些教會說明是同性戀 並且有牧師公開說 我是同性戀的 這個真的非常違反聖經 我真的覺得 怎麼可以看聖經 而會覺得同性戀是可 即是神接立的呢 為什麼呢 神創作為男做女 神不是創作 任你男又可以 女又可以 你同男又可以同女又可以 神沒有這麼說 神是說明是一男一女的 我們一起讀羅馬書一章二十六節 因此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欲 他們的女人把信性的用處 變為逆性的用處 男人也是這樣 棄了女人信性的用處 欲火攻心彼此貪戀 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 就在自己身上受者妄為當得的報應 這個經文說到 神任憑 其中一件事 聖經說一個真理 就是當人犯罪抗拒神的時候 神任憑他們繼續犯罪 這個其實是一個懲罰 也是很可惜的 但是神的話始終傳讓出來 當人聽到神的話悔改 他悔改 神就會祝福他 但是他乾硬的時候 神任憑他們 這個經文說到 女人本來是順性的用處 就是作為一個女性 跟丈夫結婚 但是他就變為逆性的用處 就不是順從神的創造 而男人也一樣 棄了女性的順性的用處 欲火攻心 男從男行可羞恥的事 然後他犯奸淫 這個不是奸淫 這個同性戀 其實有些類似的罪 另一個類似的罪就是 改性別 即是否認神所創造的性別 因為性別是在我們身體裡有了的 即是說你是男就是男 我們的遺傳因子是男就是男 但是有些人就說 我覺得我是男就是男 我覺得我是女就是女 所以他明明的身體是男 他可以說是女 或者女的身體可以說是男 這個即是否認了神創造人 是男是女 這個亦都造成很多混亂 其中一個比較奇怪的混亂 就是一些運動員 他明明是很健碩的男人 他就可以參加一些女性的比賽 他說我已經宣佈自己是女性 另外另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們會去那些女性的浴室 很多女人在洗澡 那些男人就說我是女人 但這個真的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問題 而聖經又加上一句 就在自己身上受者妄為當得的報應 這句經文是很特別的 身體 為什麼身體呢 我們發現一件事就是 在同性戀的人當中 是特別多一些其他的病 其中一件是外肢病 有個原因 因為人的肛門不是用來性交 但是同性戀的人是用肛門做性交 肛門是很薄的 任何的菌是可以進入的 即是說那些人有菌的時候 他就進入了那個人的身體 所以在同性戀的人中 會傳出外肢病 亦有其他病 傳出都是頗常見的事 所以聖經一早已經知道 神知道 在身體上受這個妄為當得的報應 而當時是沒有的 但現在來說是非常常見的 另外利美的一組舊約已經說了 我們一起讀一下 利美的二十章十三節 人若與男人久合 仗與女人一樣 他們二人行了可憎的事 總要把他們自死 罪要歸到他們身上 這裡說到人與男人 這裡說到男人和男人久合 好像與女人一樣 就要將他們自死 即是在舊約說到要判死刑的 下面的字很重要 我一起讀一下 神愛同性戀者 想拯救他們 但同性戀是罪 同性戀者想得救 必要悔改 離開同性戀的罪 這就是我們的看法 我們都關心他們 我們不是討厭他們 不是定他們的罪 即是如果真的有這樣的人 來到我們當中 我們都會關心他 幫助他 我們都會幫助他 去離開這個罪 因為他想與神有關係 在這個罪中 是神很明顯 由舊約到新約 都已經說了 神是不會接納的 接著我們都讀 其他兩段 在羅馬書的經文 因為這個禮拜 大家讀羅馬書 羅馬書三章有一節 一起讀 但如今 神的義在律法以外 已經顯明出來 有律法和先知為正 就是神的義 恩信耶穌基督 加給一切相信的人 並沒有分別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規決了神的榮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恩基督耶穌的救贖 就白白的清義 在這個經文 講到在律法 神的律法以外 神的義 臨到我們身上 即是說 耶穌基督的義僕 加在我們身上 不是靠律法 不是靠遵從律法 但我們信耶穌之後 就會遵從神 但現在我們在律法以外 不是靠律法 可以得著神的義 就是神的義恩 信耶穌基督的原文是直著 through through和因很大分別 我想大家明白這件事 我用一個比喻 譬如說 有一個人快餓死了 有一個人給他一些東西吃 救他 他能夠活著 原因是甚麼呢 是因為有人把食物給他 這個原因 那他藉著甚麼方法 用甚麼方法 就是他拿食物 這個就是信 那是否來源 他拿食物 不是 來源是有一個人救他 就是一個人救他 就是那個恩典的來源 所以聖經講 本乎因出於恩典神的救恩 但是直著信 這個是through faith 不是恩著信 恩著信就是一個原因 是有分別的 即是說我們能夠去到天堂 是因為神的恩典 直著我們 即是用的方法是直著 即是我們不是救恩的來源 很重要這一點 就是不是因為 不是那個來源是我信 信只是一個方法 即是一個人沒有東西吃 你給他東西吃 他拿東西吃有沒有可誇 我今天差不多餓死了 不過有人救我 將食物給我 我真的很偉大 他給我東西吃 我吃 我們不會誇要我們拿東西吃 同樣 信是沒得可誇 只是人家救你 神救我 我們就接受這個救恩 領受這個救恩 所以原文是直著信 所以有些教會就會說 恩信清義 但是有些教會就說 直著信清義 直著信 不是恩信 這個分別 就是說恩就是原因來源 直就是方法 直著信 耶穌基督加給一切 相信的 加給我們 即是我們沒有的 不是我們夠好 加給我們 並沒有分別 這句說話很重要 無論這個人多愛主 或者他有些少愛主 總之他真的和神有個人關係 不只是口頭信耶穌 不只是思想信耶穌 他真的和神有關係 他就是 神的義在他身上 是沒有分別的 就是耶穌的義婆 每個都一樣 我們每個都好像新郎新娘 這個《二塞書》六十一章十節 我們有基督的義婆在我們身上 好像新郎帶上華觀 身婦配戴裝飾 是沒有分別的 不過基督徒所行的義 就有分別了 我們基督徒遵從神 是有分別的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規決神的榮耀 但直著神的恩典 因耶穌基督的救贖 就白白清義 清義就是 算祂為義 當祂為義 在羅馬書四章八至一列 都有一個類似的經文 我們一起讀 主不算為有罪的 這人是有福的 算祂有罪 主不算為有罪之下 算祂沒有罪 算祂什麼 其實祂不是的 不過算祂是 所以是清義 清祂為義 用的比喻是什麼 有個人犯了法 應該要坐牢 應該要受罰 但他 譬如說總統宣佈大赦 於是大赦可以放祂 那祂是不是變成義人 不是 祂只是算祂沒有罪 即是大赦算祂沒有罪 所以神算祂沒有罪 接著是羅馬書三章二十五節 一起讀 神赤諾耶穌作 挽回祭 是直著耶穌的血 直著人的信 要顯明神的義 因為祂用忍耐的心 寬容人先前所犯的罪 好在今時顯明祂的義 使人知道祂自己為義 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 我想說說 那裡有個房間給祂玩 可以帶祂進去 有個房間帶祂進去 好 這裡我解釋一下 神赤諾耶穌作挽回祭 就是一個贖罪的祭 是一個贖罪的祭 媽媽可以先帶祂進去 你帶祂進去 不怕 是直著耶穌的血 是憑著耶穌的血 直著人的信 顯明神的義 就是神的義 加給相信的人 耶穌是挽回祭 因為祂用忍耐的心 寬容人先前所犯的罪 好在今時顯明神的義 也知道祂自己為義 神是義的 祂也清信耶穌的人為義 在羅馬書開始講很多清義 神算我們為義 神將祂的義加給我們 大家讀羅馬書一章七章的時候 今個星期 由今天開始讀第一章 我們讀經計劃 希望大家繼續讀下去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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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